范冰冰再次被爆猛料?双重打击将来复出艰难,网友彻底变嫌于管道号娱乐新闻Glanty World。 说到大家一定非常熟悉,范冰冰当年可是国内当红明星,红遍大江南北,在国际上知名度都很高,但是后来因为一些原因,范冰冰的事业直线下降,坠至谷底,同时一蹶不振,但这些并没预算完事,如今范冰冰再次被爆猛料。 真的是多事之秋,据外媒报道,投资上亿的影片355,原本定下来的女主是范冰冰,但现在好莱坞的工作人员已经在选新女主了,而这一次只是个开始,显然这个打击对于范冰冰来说可不小。 随后,媒体也发出报道,著名王权免税店也宣布取消范冰冰形象大使的任职,紧接着澳大利亚最大保健公司也对外宣布终止和范冰冰的一切合同,这让范冰冰的事业更加是一落千丈,以后范冰冰想付出可就非常艰难了。 网友对此事纷纷评论,这次彻底变咸语了。